今天呢 帶你們兩個來找一個很厲害 很特別的食材 你們知道嗎 在台灣有非常多的原生種的東西 像是愛玉 你們有沒有吃過 只有台灣有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東西呢 也是台灣的原生種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名字叫做 來自天堂的果實 感覺就非常的神秘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活了三十幾歲 我也沒有看過這個東西 很奇怪 但我自己生長在台灣 我也沒有看過它耶 但是它叫做天堂的果實 應該就有天時的面紅 應該很漂亮 所以才會叫天堂的果實 感覺它應該是很漂亮的果實 因為我也沒看過 我今天請了一位達人 來自天堂的果實 就在你們面前 這麼近 對 它長成這樣 見都沒見過 所以這個果實叫什麼名字呢 我們叫它木憋果 它是一個果類 它是一個蔬菜類 蔬菜類 對 它又不是木頭 對 又生得不像水魚 對 那為什麼它會叫木憋果呢 來 大家看看這一顆 嗨 這是切開來的樣子嗎 對 它切開來的時候成熟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真的從來被見過這樣 它有點像外星的生物 對啊 完全外星的生物 我知道了 它為什麼叫木憋果 因為它的外觀看起來 你看它的顏色很像木瓜 憋在哪裡呢 你看它的紫像不像一隻憋 小的邊 你看它的紫 你看它的紫 它的紫量嗎 哇 你們太聰明了 它名字是將來的嗎 真的假的 對 對 你看它中間這個種子 很像是我們在夜市裡面吃那個番茄 然後黑黑的地方像是烏眉有沒有 這樣包起來就可以直接吃的感覺 對 果然是由天堂來的木憋果 跟我們在凡間見到的梳果很不一樣 鮮艷的橙紅色 橢圓狀的愛殼上面 有密集凸起的細小硬刺 是以前原住民在山林間就可以找到的野果 原本它們只是吃細細粒的青果 後來才發現木憋果有豐富的類胡蘿蔔素 茄紅素含量還是梳果之罪 接下來就要去品嘗從來都未吃過的木憋果料理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品嘗市面上絕無僅有的木憋果 它竟然也可以入菜做成料理 而且非常的多元耶 因為看到桌面上有三盤菜出來 它竟然也可以做成果汁啊老闆娘 對啊它可以做成果汁 木憋果本身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所以我們這一次你可以喝喝看 我們有加一點點百香果下去 它雖然味道會有點類似像胡蘿蔔對不對 但是有很多人會害怕胡蘿蔔有一點點澀澀的口感 但它竟然沒有耶 它跟百香果搭起來是那種順口的 而且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是 它下面會有這個渣渣 就很像我們在喝那個蔬菜汁的時候 不是有一些纖維嗎 同時你也把纖維給吃到肚子裡面去了 而且木憋果的熱量非常低 適合你才吃喔 對 本身木憋果的味道比較淡 所以其實除了加白香果之外 其實可以加一下木瓜啊 或者是菠蘿啊 或者當作的水果應該都很適合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 是木憋果的熱量非常之低的 所以多喝幾杯都沒有負擔 那老闆娘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摘下來的那個目憋果 直接打成果汁嗎 沒有 我們還要再處理過 就是我們要把甲種皮跟果肉都一起攪勻之後 然後我們要煮過 因為它有茄紅素 茄紅素是一定要煮過的 就是像番茄的話 我們番茄如果沒有煮過的話 是你吸收不到它的營養成分 然後它的茄紅素非常的高 它是番茄的70倍 70倍 然後它的胡蘿蔔素是胡蘿蔔的15倍 難怪我眼睛都亮了 這麼快嗎 剛剛之前還蠻想睡覺的 我怎麼喝完我的眼睛都亮了 整個醒了 鮪魚的眼睛都發光了 有著淡淡果香的木憋果果汁 是令到我覺得很清爽 不過只有喝果汁怎麼夠過癮 當然要試一下這個特別的果肉 這個是我們最早之前原住民所使用的青果 我們是加了鹹蛋下去炒的 然後名字就是金沙木憋果 金沙木憋果 這道菜這樣看起來就很像我們常常在熱炒店吃的 那個鹹蛋苦瓜 金沙苦瓜的味道菜 本身還以為它好像苦瓜一樣 會很脆口很爽口 但吃起來我覺得就像南瓜 但是又沒那麼軟 它吃起來都是有點咬口 有點纖維的感覺 而且它吸了鹹蛋的香味 其實很香厚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蠻適合搭配任何的料理 因為我覺得它的味道其實不會強過 所以原本我們要調味的那個味道 接下來我們再來吃第二道 它也可以煮成湯是不是 是 它這個就是用木憋果下去煮的香菇雞湯 我們用假種皮 木憋果的假種皮加進去 然後還有手果的果肉跟青果的果肉 這兩個口感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們都可以試試看 這個木憋果的香菇雞湯 裡面其實是加了青果和熟果 而且我們剛才看到紅色的假種皮 其實都放進去 所以看到煮出來的湯全部都是橙紅色 顏色非常之漂亮 對呀 看起來又會試一些蕃茄湯來的 帶有一種微微苦的感覺 對 但我覺得它最特別的是它的口感 就是跟我們剛剛這個青果吃起來完全不一樣 它這個手果呢 上層我覺得它非常有層次 它在中間靠近果肉果實那個中間 它是有點像南瓜會的綿密綿密沙沙的 然後在它的外層這邊呢 它有點像是那個我們在吃冬瓜那類的東西 就是咬起來是有嚼勁的 就是它的層次是非常豐富的 還有呢 那種苦吃到最後面是會維金的 嗯 好好吃